第一条,本准折一政府采购法,以下简称本法,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定之。 第二条,机关为办理下列事项,应就各该采购案成立采购评选委员会,以下简称本委员会。 一,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九款或第十款规定之评选优胜者。 二,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之评定最有力标或向机关首长建议最有力标。 第三条,本委员会应于招标前成立,并于完成评选事宜且无待处理事项后解散,其任务如下。 一,定定或审定招标文件之评选项目,评审标准及评定方式。 二,办理厂商评选。 三,协助机关解释与评审标准,评选过程或评选结果有关之事项。 前项第一款之评选项目,评审标准及评定方式有潜力或条件简单者,得由机关自行订定或审定,免于招标前成立本委员会为之。 但本委员会仍应于开标前成立。 第四条,本委员会至委员5人至17人,就具有余彩购案相关专门知识之人员派兼或聘兼之,其中外聘专家,学者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。 前项人员为5给职,聘请国外专家或学者来台参与评选者,得依规定支付相关费用。 第一项外聘专家,学者,由机关需求或承办采购单位参考主管机关会同教育部,考选部及其他相关机关所建立支建议名单,列出临选名单,签报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核定。 签报及核定,军部受建议名单之限制。 前项建议名单,由主管机关公开于资讯网络。 第三项拟外聘之专家,学者,应经其同意后,由机关首长聘兼之。 第四之一条,机关临选本委员会委员,不得有下列情形。 一,接受请托或关说。 二,接受举荐自己为委员者。 三,为特定厂商利益而为临选。 四,临选不具有余彩购案相关专门知识者。 五,明知操守不正而仍为临选。 六,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者。 第五条,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,不得临选为本委员会委员。 一,犯贪污或赌职之罪,经判刑确定者。 二,赤夺公权尚未复权者。 三,受破产宣告确定尚未复权者。 四,专门职业人员已受停止执行业务或撤销职业执照之处分者。 第六条,本委员会委员名单,于开始评选前应于保密。 但经本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于招标文件中公告委员名单者,不在此线。 本委员会委员名单,于评选出优胜厂商或最有利标后,应于解密, 其经评选而无法评选出优胜厂商或最有利标志废标者,一同。 第七条,本委员会致召集人一人,纵理评选事宜, 副召集人一人,相助召集人处理评选事宜。 召集人,副召集人均为委员,由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指定委员担任, 或由委员互选产生之,召集人由机关内部人员担任者, 应由一级主管以上人员认之。 本委员会会议,由召集人召集之,并为主席,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时,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 第八条,机关应于本委员会成立时,一并成立三人以上之工作小组, 协助本委员会办理与评选有关之作业, 其成员由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指定机关人员或专业人士担任, 且至少应有一人具有采购专业人员资格。 本委员会开会时,机关办理评选作业之成办人员应全程出席, 并得邀请有关机关人员、学者或专家列席,协助评选。 前二项协助评选人员,均为五给之。 第一项及第二项协助评选人员之回避,准用采购评选委员会审议规则第十四条规定。 第九条,本委员会如有对外行文之需要,应以成立机关名义行之。 第十条,本准则自中华民国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。 本准则修正条文自发布日施行。 本人引谈基于何谁语状疑。 云上协助评移行。 合计则修正条文是有未则修正的, 我会在天気取存护和评则修正即可ief张她。